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没钱也能好好玩 不玩对不起自己 生老病死为必经过程 既然知道有这么四件事 还不快点去玩 玩不需要有什么条件 看蚂蚁搬家也可以看个老半天 两条便宜的金鱼 种盆不值钱的花都可以玩个够 下棋 种花 养金鱼 都不必花太多的钱 买一些让自己悦目的日常生活用品 也不会太破费 绝对不是玩物丧志 而是玩物养志 冯康侯老师说 玩物养志有什么不好 能附庸风雅更妙 现代的人就是不会玩 连风雅也不肯付 教你怎么赚钱的专家多的是 打开报纸的财经版 每天替你指导 事业成功的老板更会发表言论来晒命 书店中充满有钱老的回忆录和传记 把所有的都看遍 也不见得会发达 还是教你怎么玩的书更为好看 人类活到老死不玩对不起自己 生命对我们并不公平 我们一生下来就哭 人生忧患十字时 长大后不如意识时长八九 只有玩才能得到心理平衡 经常的反应是 你有钱可以有条件培养种种兴趣 我们做不到 一直强调的是 兴趣与钱虽然有点关系 但是并非绝对 像种花养鱼 可有频繁的品种研究 所费不多 读书更是最佳兴趣 目前的书籍 愈卖愈贵是事实 但绝非付不起的数目 而且图书馆免费地等你 重复又重复地说 兴趣可以变为财富 一种东西研究到深入 就成专家 专家可以以新品种来换钱 至少也能写文章赚点稿费 钻了进去 以为自己知识很丰富时 那知道已经有人研究得比自己还深 原来七八百年前已写过论说 便觉自己的无知与渺小 做人也学会了谦虚 逛书局对我来说是一种人生乐事 是许多在网上购书的人不懂得的 书有香味吗 答案是肯定的 纸的味道来自树木 大自然的东西 多数是香的 逛书局 用手接触到书 挑到不喜欢的放回架上 看重的带回家去 多快了 唯一的毛病是 书重得不得了 逛的意思就是 有闲情 书店不能太大 慢慢欣赏 在里面流连上一个小时 才叫逛 我们不会变得更老 我们只会变得更好 每一个人只能年轻一次 大家都歌颂青春的无价 青春小鸟一去不回来 千万别浪费它 但是每一个人 也只能是中年一次 老年一次 人生每一个阶段都珍贵 何必妄自菲薄呢 老实说 我并不喜欢年轻时的我 我觉得我当年不够充实 鉴赏力不够 自大无知 缺点数之不尽 看以前的照片 只对自己高瘦的身材 有点怀念 还有剩下的 那些愤世极俗的忧郁 人类都会老 老并不是一件可怕的事情 但是老得玩 难顾和老的懊悔 就不值得活下去 我们有肉体年龄和精神年龄 家父说他五十岁之后 生日便开始倒数 所以今年算起来 在二十岁 反而看到生活刻板 不苟言笑 毫无嗜好的年轻人 他们才是真正老了 又老又胖的男人 很失礼吗 那是信心问题 不以财富衡量 家庭清贫 但衣着干净 不蓬头购发 黑西装上没有头皮 指甲修得整齐 是对自己的尊重 别人看见也舒服 与胖和瘦无关 嫌自己又老又胖的男人 和一天到晚 想去整容的女人 一样可笑 闲时散散步 看看花 足够已 人生必经之路 迟早到来 等它到来时 不如做好准备 享受它的宁静 人总得向自然学习 最好临终之前 发出花香 自觉守旧 但与青年人相聚时 发现有了代沟 我要在工作时拼命 我要在休息时狂舞 他们却要将二者混一 并引证种种哲学 我只感到他们老成 我较年轻 穿着牛仔裤 满脸胡须的怪物 也在先进的领土上 证明能在商业社会生存 只要有一份真 年纪大了 有个好处 就是可以尽量地 少说假话 少骗人 我们会发觉 讲真话 是多么地舒服 多么地过瘾 在我自己的例子 竟然可以用真话 讲出一个名堂 老必须老得庄严 老一定要老得干净 老要老得清香 是否名牌 也不重要 但天天洗拙烫直 衣着是对别人的一种尊敬 也是对自己的尊敬 皱纹是自傲 但须根应该刮净 做一个美然工艺客 每天的整理 更花费功夫 年轻人说 你们老了 不不不不 我们不会变得更老 我们只会变得更好 但愿自己能够像红酒 越老越纯 一股香浓 又得年轻人 团团乱转 一切看开 放下 人生豁达开朗 那有多好 活得好一点 简单一点 就是人生的意义 从小 父母就要我 好好地做人 做人还不容易吗 不 不容易 朋友说 什么叫会做人 看人脸色不就是吗 不 做人就是努力地 别看别人脸色 做人 也没有必要 给别人脸色看 生了下来 大家都是平等的 人与人之间 要有一份 互相的尊敬 所以 我不管对方 是什么职业 是老 是少 我都尊重 除了尊敬人 也要尊敬 我们住的环境 这是一个基本条件 家父教导的守时 众友情 做事有责任 由成长直到老去 都是我一心一意 牢牢抓住的 但也不是都做得到 实行起来很辛苦 最重要的 还是要放弃 以自我为中心 探惯了人类 为了一点小利益 而出卖朋友 甚至兄弟父母 也学会了饶恕 人到底是脆弱的 年轻时的 嫉恶如愁时代 已经成为过去 但会做人 并不需要圆滑 有话还是要说的 为了争取到这个权力 付出的甚多 现在要求的 也只是尽量 能说要说的话 不卑不亢 到了这个地步 最大的缺点 是变成了老顽固 但已经 炼成百毒不侵之身 别人的批评 当耳旁风蚁 认为自己是一个人 中国人 美国人 都没有分别 愿你我都一样 做一个人吧 人生 已走一大半 不如一事八九 到现在 可以避免 尽量避免 深感不值得 有更多的烦恼 大概 自幼就不喜欢 愁眉苦脸的性格 小朋友们为了梁山博 与祝英台痛哭的时候 我在一旁 看徐文长故事 咯咯地笑 为父心词 强说仇的阶段 也曾经有过 爱上缠绵匪测的 诗句和小说 但是 那个时候 痛苦等于是一个小兽 悲泣是喜剧的化身 总需要有一名小丑吧 让我来染红鼻子 晾呛伤怀 柔长白转 五内聚焚 心如刀割 争冲不已 郁郁寡欢 等等字眼 最好在我脑中消逝 现在 可以避免 尽量避免 深感不值得 有更多的烦恼 活得不快乐 长寿 有什么意思 一个人的生命的长短 是不受自己控制的 你看看 比我们早一点去的人 这是多么可惜 我们共同认识的 亿万富翁 每天吃同样的鲍鱼 和排斥 就是把一切变得枯燥 做人不管贫富 只要注意生活的 每一个细节 小小的快乐 已经可以享受不尽 重复一句 生命的长短 是不受自己控制 但是生命素质的好坏 却是我们自己 能够提高的 炒菜给别人吃 给自己吃 都是消除寂寞的 最好的办法 没有比吃东西 打发时间更好的了 而且饱腹的感觉 永远是一个很好的感觉 人家说失恋的时候 最好拼命地找东西吃 便没有那么痛苦 我很少失恋 但欲烦恼是总有的 拼命吃东西 亲身经验 确实能忘记不愉快的感觉 做一顿好菜 从一大早逛菜市场开始 看见那些新鲜蔬菜 像在向你招手 惹人欢笑 又见小贩们 辛勤地做买卖 被那种刻苦耐劳的精神 深深地感动 这时你会发现 自己的问题 不大 人生意义到底是什么呢 吃得好一点 睡得好一点 多玩玩 不羡慕别人 不听管束 多储蓄人生经验 死而无憾 这就是最大的意义吧 一点也不复杂 好的 今晚的内容就是这样 感谢你的收听 如果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 枕边经典 枕头的枕 身边的边 经典故事的经典 今晚就是这样 我们下期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